第十四节 行指一笑 该急的人不急 你却在这里瞎捉急 被关在这里我就差瞎了 沈黎一咬牙 暗自嘀咕 若换作往日 我定要提枪搅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 你是被人揍了 觉得心怀不甘 想要讨回去吧 行指笑着戳穿他的眼视 沈黎眼神别开 因为生气 他的嘴下意识得有些嘟气 然而弧度极小 若不仔细看 根本无法察觉 但在行指的角度 却能看到 他微微鼓起来的脸颊 那一块有些肤色不匀的地方 是他先前被烧伤的痕迹 想着那日倒在自己怀里的家伙 行指几乎是下意识地 用大拇指摁住了那一块皮肤 轻轻摩擦了两下 神力恢复能力极好 不管是体内还是T外 这直腹下的皮肤 不过过了五天的时间 便已全然恢复 只差那么一点颜色 会帮你讨回来的 他轻声说着 微雅的嗓音 听得神力微微一愣 他抬头看行指 然后啪的一巴掌 打开了他的手 他速容盯着他 目光清冷而理智 行指手腕 被打出了三根手指印 他看了神力一会儿 垂下手 任由宽大袖袍 遮挡了痕迹 他一笑 一时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话才好 神君 幽兰忽然开口 自芳香树林里走了出去 他一矮身 行了个礼 神君 王爷 两人望向幽兰 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 幽兰便急道 王爷 天地请你去灵霄殿中 有要事 听出幽兰言语中的凝重 神力眉头一皱 带路 行指微微一挑眉 何事不能托人传信过来 幽兰一末 神君 使乃要事 行指点头 如此 便一同去吧 灵霄殿中天界的文臣武将分立两旁 天地面容严肃地坐在龙椅之上 见行指与神力一同来 他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皱 让人在左侧守卫看了左 才开口道 避仓王 此处有魔戒 传来的信报一封 你且看看 侍从江信成于审理 审理接过 只扫了一眼 书弟脸色一白 声色一粒 何时传来的信报 五天前便传来了 天地有些叹息 奈何因着遭火习一事 致使众仙人奔波忙碌 疏忽了此信 今日才有人成于阵看见 审理脸色更冷 行指开口 帝君 到底发生何事 魔界都城 亦被北海一族袭击 魔军昏迷 十数名魔族将领牺牲 且各地发生暴乱 情况极微 帝君每说一句 神里的眉头便更紧一分 这是五天前的战报 如今情况只会更糟 神里对天界的办事效率 已经无话可说 然而此时任何对盟友的抱怨 都是无用的 越是这种时候 越需要冷静分析 神里闭上眼 清理心中翻涌的情绪 不消片刻便冷冷开口 如此看来 五天前天界遭到的攻击 乃是阳攻 是对方声东击西之法 若是真想攻打天界 岂会只安排那么一个发射火球的点 又岂会向着西院那般僻静的地方打 对方不过虚晃一招 累得天界众人上下奔波 乱成一团麻 无暇顾及其他 自然也不可能相助于魔界 其主要部队则进攻魔界 但是魔君昏迷 十数名将领牺牲 如此惨重的伤亡 这不是魔界应该有的 那里和天界不同 神里很清楚 那些将领皆是万中挑一的精英 神里恳请帝君允许在下立时返回魔界 这是自然 帝君一白首 另有人呈上数盒丹药 魔君昏迷 想是伤得不轻 这几盒丹药 必仓王且拿回魔界 给魔君服用 朕以着人点兵 不日便可助魔界镇压暴乱 清除贼寇 谢帝君后裔 神里拿了丹药 没有半分耽搁 转身离去 见神里身影消失在灵霄殿口 行止眉目微动 忽听天帝在身边一患 神君 对此事如何看 魔界的暴乱与遭到攻击 绝不是巧合 若照常理推断 这应当是夺权之争 北海一族 或许也是被借来的幌子 天帝点头 神君与我想到一处去了 魔界臣服天界多年 其中多有不满之人 有人暗中作怪 想负了魔界如今政权 再立一个新王也不奇怪 只是比时新王必定与天界相对 可是极大麻烦 文武官员一时有些嘈杂 都在与身边的人轻声议论 天帝转头 看向行止 神君近来奔波劳累 百花燕也未办成功 当真是我等无能 若是往常 行止定是得客套两句 但今日他却一句话没说 倒像是同意了天帝的话 无声地说着而等无能 天帝一末 百官跟着一末 最后忠视天帝咳了两声 微有些尴尬道 神君离开天外天已久 然而天外天乃是天下倾气之源 这些日子天界微乱 邪气力气稍重 神君 我明日便回天外天 行止淡淡落下一句话 拂袖而去 灵霄殿中静了片刻 天帝开口 经此一事 暴露了天界诸多不足 想来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到底是舒坦日子过久了 便是这么一件小事 就让九中天上下乱了一遍 各位仙家 该茶的 该清的 是时候整顿一番了 百官合手称事 神里刚走到南天门 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 莫名地回了个头 恍然瞅见 行止立在后面十丈远的地方 目光沉静地看着他 神里一抱拳 深深鞠躬 这些日子多谢神君照拂 没有半分眷恋 神里的高高竖起的长发 在空中滑出一个干净利落的弧度 他纵身一跃 下了南天门 多日之后 行止不止一次地想过 为什么那天他没有将它换住呢 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放它走了 他明明还有话想说 踏入魔界的那一瞬 神里便觉 空气更比往日污浊了三分 区别于平日的瘴气 现在到处流窜着杀伐之气 暴力之气 即便是都城的百姓 也是焦躁不安的 神里沉着脸色 自都城中央大道 往魔宫走 一路上破碎的房屋 诉说着当日魔界的仓皇 白帆在路边凌乱而冷清地挂着 不像是魔界都城 而更像是鬼都 一片死气 宫门之前 侍卫头戴白色布条 脸上的表情不似素日的沉静 而有几分强称的威严 宫门左侧的守卫 见有人静止冲宫门走来 也未看清是何人 只将手中长枪一束 呵斥 站 站住 神里眉头一皱 何故如此慌张 他声色微厉 震得两名侍卫一愣 但看清是谁 一名侍卫嘴一撇 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 王 王爷 王爷回来了 他腿软湿地跪在地上 狠狠磕了两个头 王爷回来了 王爷回来了 另一名侍卫无声地盯着神里 静一把抹了泪 神里拳头握紧 成何体统 给本王将你们的情绪都收好 他声音微严 本王不管现在发生何事 身为将士 当差之时便不许落泪 下次若再让本王看见 有锤泪动摇军心者 斩 两名侍卫叩头称事 神里这才稍缓和了语气 魔君何在 回王爷 魔君现在寝殿之中静养 还未醒来 还未醒 神里只觉心如火烧 魔君力量强大 且极善谋略 周身一直有青岩赤绒回户左右 寻常是极难伤到他 这一受伤 静伤得如此严重吗 神里几乎是飞奔至魔君寝殿 还未走近 便见有势必从寝殿里来来回回的出入 而他们手中端的水盆 在急行中泼出水来 鲜红地染了一地 难道是魔君伤情还有恶化 神里越发着急 静止冲进殿中 耳边不停地有人 在招呼神里 是魔界的官员们 然而神里乃还有心思去应他们 他绕过屏风 一先连便往内间去 堵在门口的衣冠 劝也劝不住 躺在床上的魔君身上 衣袍未换 颈边稍有些血液躺出 有衣冠用干净地 拨摁住他的景象 然而不久那张布便染湿了 只有让势必拿去洗 然后又换上张干净的 而他衣巾上面的血字 不知是第几次干了又湿 他脸上的面具未去 只卸了下颌部分 露出了嘴唇 方便侍奉的人喂药 他的唇色 透露了他身体状况的糟糕 那唇色是清的 神里将怀中的丹药拿出 扬声道 此处有天地给的仙丹几何 衣冠们来看看 有没有现在用得上的 此话一出 一旁的衣冠也顾不上礼节 连忙将神里手中的丹药拿过 一个一个到处来细细辨认 然后才拿了其中一颗 放进魔君嘴里 不消片刻 魔君唇上的青色烧退 同时景象上的血慢慢止住 这丹药有用 这丹药有用啊 衣冠们欣喜若狂 有人冲神里拜道 王爷当真是魔界的福音 奉承的话便别说了 魔君身上的伤到底怎么回事 衣冠们面面相去 过了一会儿 一个老衣冠答道 王爷 魔君受的伤只有这景象上一件 然而这一件却不重 只是伤到了皮肉 真正致使魔君昏迷不醒的 是毒 这种眼神的高尾 我看不见了 可恰了 这种眼神的胸口 是有毒 这种眼神的胸口 也有毒 是有毒 这种眼神的胸口 是有毒 是有毒